翻譯給我們 不要這樣好不好 各位早安 議程即將開始 若順位入座請金書就座 外面的朋友 如果想要聽我們的議程 也可以直接進入 直接就座 直接就座 歡迎自由入座 直接就座 再給我一分鐘緩衝一下 我現在壓力很大 我現在壓力很大 好 這次是有開嗎 可以開嗎 這樣就開了 好 好 各位早安 歡迎來到學生社群大人的第二天 不對 應該說 歡迎來到開月人年會 COSTCUT2023第二天 那這邊是 學生社群大人的 State Owens Adventure Time 那我是今天第一場 我是今天開場的主持人火山 那 相信各位昨天的 在昨天的議程之中 應該有獲得不少的 經驗跟分享也有認識不少新朋友 那今天一樣歡迎大家在這邊 只有入座交朋友 那我們議程鬼呢 有幾個 幾個兩個 就唯一二的注意事項 第一個是 歡迎議程進行中 都歡迎自行出入 只要我們人數沒有滿 都請歡迎自行入座 第二點 第二點是 呃 就是看到有空位就坐 對請看到有空位就坐 那 呃 大家也盡量不要用自己的東西站位 那第一排 我們優先留給議程鬼工作人員 好 呃 那我們議程 接下來第一場議程呢 我們 我相信大家 這次的學生 多少應該都有一些 就是 既然都來開園人聯會了 應該都會開始參與一些開園社群 那 在社群中 你可能一開始很想潛水 但你久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好像應該做些什麼 或者是你覺得 你必須做點什麼 但是你不知道從何開始 那 我覺得接下來這位講者 應該多少會用自己的經驗來告訴大家 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如何 在開園社群中進行 貢獻 那我們就要歡迎接下來這個講者就是 我自己 好 沒錯 我們接下來這場的就是由我火山來跟各位分享 那 好 那我們 我們進進這場的 那接下來就直接議程進行開始 好 好 我再次我就再次我是火山 那 歡迎大家來聽這場議程 假如我年少有Youtube之杯 做學生 你也可以進行開園貢獻 那 這場議程呢 我希望透過一些 我自身的參與經驗 跟一些 比較淺顯易懂的論文的概念 來跟大家 分享 怎麼進行開園貢獻 對 就是做為一個學生 畢竟我們這個鬼都叫 學生社群帶亂鬥了嘛 那我相信在座應該有 超過八成都是學生 還是有不是學生可以跟我舉個手 可以跟我看一下嗎 沒關係 大方舉手你真的不是學生 嗨 你好 很感謝你們 好 好 那 總之我們歡迎 總之 呃 接下來這段時間就是 稍微一些個人經驗分享的部分 好 好 這是大概今天的 這個 講告內容 就是我大概會先做 就是詳細的自己介紹一下 然後 會有一些 大概今天的摘要的部分 那最重點的是 第一個 我們作為學生為什麼應該進行開園貢獻 以及 作為一個學生 作為一個可能 好像沒有那麼多 可能 雖然說我知道在場 哥有一堆電神 就是可能國高中就開始玩的 對 這裡有幾個 這裡有好幾個 那個在那個CISC的那個 都不要給我 不要想給我跑啊 好 反正 不管你電不電 你都能夠進行開園貢獻 而且我們作為學生 真的就是應該進行開園貢獻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是火山 對 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我的標題上面 有打一些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Linux使用者 所以我會用下不少一些指令 就是拿一些 所以是玩梗啦 簡單說是玩梗啦 沒錯 好 我是火山 如果想要找我聊聊都對 也可以直接寄信到我的信箱 好 那我目前是 馮甲大學的資訊工程學系 目前要即將升大三 然後也在暑假前被老師找入了VLSI的實驗室 那 在開園社群的參與經驗大概就是一年多 然後 目前自我期許是希望成為一個 除了貢獻者 知道我也能夠成為一個推廣者 就是推廣大家 參與開園 貢獻開園 使用開園 這也是Colscop的CEUP Contributor User 跟Promoter 那我目前就是像是一個 比較偏向Promoter的部分 好 好 那 呃 對 現在就是努力推援大家來用Linux Linux Linux是一個好的作業系統 大家都應該用它 我現在就是使用Linux的事了 好 不過我並不是二類或者是工科本身出生 我是 我是一個文組所謂的社會組學生 我高中唸的就是社會組 而是純種社會組 沒有轉過組那種 那以前也唸過法律系 但是唸了一半就真的覺得 學校 主要是學校不適合 所以我後來就 對 我唸過一段時間法律系 但是 真的後來真的 學校的問題 不是法律系的問題 是學校的問題 後來真的不適合我就跑了 對 我就重考 所以我現在年紀其實 跟應屆大三生比 應該大了三四歲吧 應該 好 呃 這社群我們常用關鍵字只有至少 那三個有關我的關鍵字就是 資訊安全系統跟開源 那 也蠻喜歡一些自幹的 這個大概也是 成為我想要 除了 推廣也想貢獻的契機 好 那目前 目前研究的這個東西就是 大家看過就好 那我主要是在 Ccom活動 因為我的 我 進入社群的契機也是因為 Ccom 好 那我也常在 各大開源社群的群組 如果有在Telegram群組的 應該會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比如說你可能在 Archelines看到我 你也可能在UbuntuTW看到我 你甚至有可能在 接下來出現幾個社群裡面看到我 好 好 好 這是我的一些社群傳染經驗 一樣 看過就好 好 那今天的部分就是 大概就是簡單 會先介紹我們 我們申請學生為什麼 應該 我說的是應該 是因為我們在 申請開源社群裡面 我們不只 我們的貢獻除了推廣之外 我們也可以嘗試做各種不同的貢獻 但是貢獻只能寫程式碼嗎 在座有各位有覺得 對不起 好像有點太大聲 在座各位有覺得 呃 貢獻就是一定寫程式碼 舉個手 舉個手一下 這是你覺得貢獻一定要寫程式碼嗎 我想請大家反思這個問題 其實我的主要貢獻真的 也大部分都不是程式碼的貢獻 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為什麼生理學生應該是 貢獻 首先第一個是 我們先下生真的比較多 這點大家承認吧 就算我們再忙 我們都不會比這些社會人士還要忙 我們 我們有暑假 社會神是沒有暑寒暑 那個 所以那位大哥應該有 很有感同身受吧 你也是靠著 假日來聽 不然你平常是要上班的對不對 對啊 好 那所以我們其實是有時間跟心力去做更多貢獻的 再來 我們其實有相對更多學習跟嘗試做 因為我們是學生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會刻意去責備我們 什麼 我們多半都是以引導 因為說民視裡的人多半都是用引導跟 引導跟鼓勵的方式 我們比較不會去責罵人這樣子 對因為我覺得責罵這件事情其實是對 讓一個人進步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 不妥的東西 好 那 呃 貢獻過程中你自己本身也是一種能量 就是所謂經驗跟能量 在社群經驗跟能量也會越來越大 那 呃 Cost Club總召組 Danny 也是 算是讓我真正的想要發正內心去投入社群這些的啟蒙者 他有說過一句話 其實你在社群學到並不是不一定是技術力 但是 對你以後在社會上 或者是在工作職場上都有很多的幫助 你的組織能力或者是你的一些做事的方法跟思維 都是很有幫助的 再來 所有的文化跟精神都需要到傳承 那從我們 那 不是說大人 傳承不是大人責任 傳承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那 既然我們在猜人 我們生女正在社群之中 我認為開人文化的精神需要由我們這一輩來去傳承 那 貢獻就是一個最好的傳承的方式 那 呃 我們再提一個 近年來 開放文化基金會 OCF 我們有在做 有在做鼓勵開人貢獻的 OSV Pass快速通關 那 歡迎我之後 今天結束之後 這份簡報會公開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 透過這份簡報裡面各種資源去 去看一下 就是有什麼東西 那 我簡單介紹一下 OSV Pass 呃 我不知道昨天有沒有人聽過 就是昨天講 PreBSD的那位群號 他也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透過文化基金會認識到的實習機會 而我則是透過這個 認識到的 OSV Pass 那 簡單來說這個東西就是給開源貢獻者 一年一度的 然後在各大合作的研討會社群有著 快速通關的一些方式 比如說可能會有 購標優惠 或者是一些想有些福利 呃 像 COSCUP今年的福利就是 有 免費的 形象照現場練印 跟 淡氣咖啡 那個 觀賞一下 一樓那個 一樓廣場淡氣咖啡 好喝 好喝咖啡大家都乾脆喝 好 那 所以我今年也是收到不少的 注意 好 那 我剛剛提到了 既然我們所有的學生 不一定要會真的很會寫程式 但是 那有什麼貢獻方式 就是我們這些學生可以做到的 真的我前面提到我們很多時間 相對的我們藉由更多的方法 我這邊提一個東西 呃 這個是我看到的數據就是 其實像是Linux Kernel的貢獻 貢獻的大部分 幾乎絕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在職 全職的工程師 那 但是我們學生相對比較多時間 為什麼我們的貢獻量這麼少 所以其實 我們應該想到的是 我們如何去做貢獻 就是 知道怎麼從貢獻 我們覺得其實就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那我這邊舉了幾個例 我這邊也只是舉例 我們可以翻譯 我們可以寫技術 我們可以寫教學 我們可以寫side project 我們可以參與社群或者活動 我們也可以發表議程 甚至還有更多更多可能 我們 我這邊沒有講到 但是 這是沒有關係的 社群就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地方 大家同意嗎 就是 在社群 開圓社群是一個非常有 有充滿無限可能無限的方法的地方 好 那我這邊先稍微講一下 首先是翻譯 我們在台灣 呃 我想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英文真的很不好的 呃 沒關係大方舉手 我英文也沒有到非常好啊 但是至少可以跟我說 對啊你看 但那 好 那那一位我想問一下 你在 你在看一些教學時候 就是有些 比如說官方文件 是不是都是英文 甚至有可能是 其他外文 你是不是覺得很痛苦 對 是吧 在座各位應該都有上次的經驗吧 這是看英文文件 看原文文件很痛苦 雖然 我們都說鼓勵大家 資訊的資訊一定要學會英文 但是 如果 我們要推廣 我們自學沒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要推廣 我們要給 開圓的新手來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讓他們更能夠理解 所以 我們很多技術文件都是說到 在地化 重點是第一個是在地化的正體通文翻譯 很多人說說不是有翻譯 不是有Google翻譯 或是網頁智動翻譯 或是甚至是經驗很紅的GPT嗎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積翻 在地化這些東西需要是人工 需要去人工去修正 那 目前台灣有所謂的 這個L10NTW 就是 的社群在進行 但是 這個社群的量能也不是說大家都非常的大 那 我自己個人是希望有更多人來做這件事情 那 我們可以翻譯什麼 首先第一個 RFC RFC 這個東西 有在社群在多打滾一段時間都會聽過 它就是一些規格文件 那很多規格文件其實也是缺少這種翻譯 那 Manual 手冊 有些專方會有所謂的Manual手冊 那 Standard標準 我舉個例子 C C的Standard我其實一直很想去把它做翻譯 目前還沒左手進行 因為我自己C都寫不好 但是 像這些還有一些教學文件 因為有些 像我們在學一些東西 學一些技術時候 我們常常最後翻到中文的教學文件 要嘛是什麼 要嘛就是 五年前的古老文件 就是我常常看到什麼 2018年的IT鐵人賽的文章 比如說那個 我在學那個Reactor的時候 我在學Reactor的時候 我翻到IT鐵人賽文章 都是2018、19年的 我很痛苦 然後但是官方的又很痛苦 真的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沒有這種感覺 要嘛就是翻到老文件 要嘛就是翻到 要嘛就是只有原文 是不是很痛苦 或是你根本看不懂 因為他講話的方式 就不是在地化 翻譯這件事的重點 在台灣做翻譯這件事 除了要把它翻成中文之外 你還要做在地化 就是能夠用 就是能夠用台灣人的語言 去翻譯這份文件 OK 好 那還有另外 我覺得目前教學文件 翻譯的最好的應該是 Rust The Rust Book 或是Rust Language 那本 他的中文 政體中文翻譯算是 翻譯的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我覺得是 台灣人的語言 但還是很難 因為Rust 真的不好學 好 我個人經驗 這也是我今年拿到 OCPTPAS的一個契機 RSE3392 這是Rust Government 就是Rust 要正式轉為基金會 就是基金會 要有基金會的部分了 好 這個順便工商一下 好 那再來是 鑽水技術教學的部分 好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都是一些 古老的教學文件 或者是原文的 或者是什麼 CSDN 簡體中文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CSDN 有很排斥啊 好 所以 我為什麼不自己學 來 在場有沒有 在場有寫過一些技術教學的 來 有沒有有沒有 欸 林凱佑 你沒有喔 你是沒有喔 我以為你有欸 好吧 你看 其實 寫技術教學有沒有 有沒有因為這份技術教學 被身邊的朋友說 欸 你寫這份 或者就是 有沒有被人家講過說 欸 你寫這份文件幫我好多喔 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看上去看過 這其實對自己有一種肯定 同時也是在幫助別人 那 對書學人員 是不是一份簡單明瞭 看得懂的教學 很重要對不對 來 有沒有看過那種 教學資料很豐富 但是 你根本看不懂 有沒有舉個手 有沒有 一定都看過嘛 因為 所以其實我們寫教學 也還是要注意到 初心者 初學者 他們有些東西是他們不懂的 比如說 他們可能程式模擬沒有那麼好 比如說 有些專業術語 他們並不是馬上真的 甚至 有些人不是資訊本科 來這裡 不是 資工 資管 或者是電腦科學的相關科系的舉手 舉個手 沒關係沒關係 大方舉手 我覺得都可以 那你們是不是對 有些在看以學文件的時候 有些專業術語 你們是不是 其實 看得 一頭入水對不對 對吧 所以其實 我們在推廣的時候 其實 要注意到 除了教學 除了是我們寫我們自己的行話之外 同時 其實你還是要注意到 有些 有些 並不是資訊本科的人 他們真的需要去理解這些事情 對 那 重點還有一個 寫教學 除了讓人家看得懂 讓人家能夠好入門之外 更重要是可以對自己學習過程檢視 對 我其實 我這個字 我自己在寫 我自己在寫Rust的 我自己個人的blog上有寫一些 一系列的Rust的 學習筆記 我是想先寫成筆記 因為Rust的Rust Book其實真的蠻完整的 可是 資訊量也太大了 那我覺得就是 我去濃縮我自己的精華 同時也可以跟別人分享 所以這次對我來說 就是一種 練習跟複習 那 呃 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是 IT和鐵人賽 對 有看過IT和鐵人賽 應該說沒有看過IT和鐵人賽 文章的舉個手吧 都有看過 對 你們學任何文件一定有 IT和鐵人賽的東西 這樣真的很豐富 喔 其實一開始原本這邊應該是 我原本寫的是 鐵人賽還沒開始 但是 就在我這兩天在改簡報的時候 發現 鐵人賽資訊已經出來了 大家歡迎可以 可以上網 可以上網找一下 IT和鐵人賽2023 好 Site Project 那Site Project是什麼 它是一個 用個人時間進行開發的專案 它並不是正式的開發專案 比如說我們用的 比如說像React 比如說像什麼 Google 甚至是一些東西 它是一個正式的開發專案 可是 所謂Site Project就是 個人網站 個人自己的一些小工具 小專案 比如說你可能寫了一個簡單的計算機 比如說你可能寫了一個 加解密的小工具 這些東西 並不一定會正式 publish在 就是不會正式公開在網路上 或多少 如果你有開發出來 那是更好 那 主要是 為什麼要寫Site Project 是一個好的貢獻方式 第一個 這個小工具 雖然是自己用 但是如果人家覺得好用 你開圓出來 人家可以把它fork過去 或者把它拿去試試看 那 我這邊 我這邊舉個例子是 呃 Benny的scrable 呃 在場有沒有人是在打CTF的 有沒有人是做資安 在學CTF的 可以舉個手嗎 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scrable 這個東西 沒有嗎 欸這個東西很好用 這個東西超級好用 呵呵呵 scrable有什麼東西 我先不講 因為這個東西有一點 小小黑魔法 但是 你看 呃 Benny那個scrable 原本他只是自用 可是 如果你們點進去看 你們會發現 scrable 我直接點進去看好了 給他看一下 給他看一下 你看 Benny的scrable fork多少 你們自己看 fork101 大360幾 然後fork101 你看 這麼多人在用他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 簡單一句話 好用啊 我們自己寫的東西呢 如果好用 是不是可以分享給別人 在開學社群中 共享也是一種精神 所以我覺得 寫side project 他其實也是一種 貢獻的方式 你的東西 你自己用的東西 不知不覺 會變成社群中 大家人人愛用的東西 Linux 其實 但是Linux 看到本身也是這樣來的 可以幫我關個門一下嗎 不好意思 好 好 那 所以水side project 除了練習開發 可以當作品機 欸 這個就講到很重要的事情了 我們有人學資訊 未來多少 都是為了想要找工作對吧 有沒有人學資訊 不是為了找工作的 舉個手 你算嗎 你是自己進去 是不是 但是 如果你有機會 做資訊這一行 你還是會願意去做 對不對 對是吧 那其實 其實 Side project也是可以做成一種作品機 對 我認識一個 寫前端的大神 那他的作品機 就是變到 欸 據某個前段說 比你家正職前端 還要強的大學生 你覺得呢 對 對 這就是聖聖 OK 所以你看 可以練習開發 可以當作品機 甚至有可能變成主流產品 我覺得 Linux Linux Kernel 就是一個例子 那是不是聽起來很棒 是吧 多練習寫 不過這個就是你吃個人技術力就是了 但是沒關係 好 再來 比較輕鬆的 前面都是可能就是一些比較需要花一些自己的 可能還是要花一下自己的腦力之類的 好 接下來這兩個可能就稍微好了 還好一點 我覺得 第一個是參與社群的運作或活動的籌備 開選社群是自發投入的 所以我們需要維持運作傳承 這個我們前面有提到 那作為學生我們相對於許多正職的工作者 我們是有時間可以協助社群運作的 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C-Con C-Con為什麼的社群力這麼強大 因為我們很多學生在參與其中 那你在各大研討的場合 你在CoastCop 你在He-Con 你甚至在MobCon 可能CyberSec 你都會看到很多很多的志工都是學生 為什麼 我們前面講到的 我們有含暑教 我們時間比較多 正職工作很難請假 但是我們學校請假啊 還蠻簡單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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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翹翹講的 以後不會怎麼樣 就是那種 好 所以社群活動跟社群的活動 社群本身跟社群活動 都是需要 然後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們在社群做的更多是 累積 開發 跟開發技術無關 但是非常 在個人生涯 職場 生活 還有 一些其他領域上 我們還有非常多技能 像我在社群我學到很多什麼 比如說 呃 我自己介紹我是C-Con的社群小編 所以 C-Con粉專的 發文很多 也都是經過我的手 然後 我也在其他一些社群 像是 我在C-Con有 C-Con跟PiCon都是做行銷贊助的部分 對 有時候你在C-Con跟 就是你可以在年會的官網上看到所有合作夥伴 上面很多廠商對不對 其中有一兩個兩三個就是我去接洽的 就是 你會學到的東西不只是技術 還有更多更多不一樣的 你去怎麼去面對人群 你要怎麼溝通 你要怎麼組織 靠腰為什麼 好 你要怎麼去面對組織 你要怎麼去面對 面對廠商 面對其他的社群 其實 參與社群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學習怎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這件事很重要 好 那我個人今天就像在這裡 啊 那個 順便工商一下 那個 第一個是C-Con 這個是 由一群中學生自主發起的 對 雖然我一個大學老人 我能做的只不過就是寫 寫幫他們做一些社群推廣的東西 來 在場那個有沒有C-Con籌備的舉手 居然沒有 我要去找 我要去找Coin 我要去找Coin了 可惡 好 就算這樣子 發表議程 去研討會發表議程 它是非常直接的方式 為什麼 我們在研討會公開分享我們的議程 我們的思想 我們 我們想到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 知識 那 這就是發表議程的好處 我們可以讓更多人 知道 這些東西 你學了什麼 你想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那 好 再次工商 C-Con C-Con 學生計算經驗會 我們今年 在這邊舉辦 就是用議程鬼行事舉辦 明年 我們將要回到3月舉辦 時間 3月9號 地點 中央研究院 人倫社會科學館 人倫社會科學館 那 請大家記一下時間 歡迎大家明年的參與 還有 準時搶票 好 怎麼參與貢獻 呃 翻譯 你可能說 我可能英文很好 我知道怎麼翻譯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開始 來 翻譯有一個方式 其實各個專案都有所謂翻譯貢獻的一些所謂入口的網站 比如說他在官網上會有所謂參與貢獻 比如說 像是 reactgex 他有所謂鑽起中文的貢獻方式 那 通常 這些文件要嘛是放在 要嘛是 要嘛是在他們社群內部 要嘛是他會 這些文件 也就是網站的文件 會在github上 或githlab的repo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個範例 就是reactgex的範例 這是reactgex的 reactgex官網的 正體中文翻譯的repo 然後他原始的位置是在 他原始的位置應該是在這裡 然後 他下面有很多各種魚種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像在這裡就是有所謂正體中文的地方 那 就是大家可以找找看一下 在網站上多半都會有所謂的 參與貢獻提交貢獻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對 通常這種貢獻就是翻譯貢獻的部分 OK我們回到簡報 寫教學 對 寫部落格 像我自己有寫部落格 欸在場有沒有 有沒有在自己在寫部落格的習慣的 有齁 好 那 或者是寫鐵人賽 欸 有人不知道鐵人賽是什麼 可以舉個手嗎 好都知道那我就不用介紹了 或是你在自己在社群分享 很多的開發者社群 像是FVC 會在連結會臉書社團 或者是一些群組 大家都會自己寫文章 然後丟在上面跟他共享 像我知道 所知道的Python Python Taiwan就有 的自己的社團 然後很多人在裡面分享一些技術 Side Project Side Project Side Project就是看個人開發能力 不過 我這裡推薦一個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從你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去想辦法 然後寫一些簡單的 可能Python 可能C C++ 甚至你會C-Shot Java Colin Rost Golan 這些都可以 你想怎麼寫都可以 不是 重點是你想怎麼解決你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就會 從解決自己的問題開始 然後慢慢的 你可能會觸及到身邊有相同問題的朋友 那你的Side Project 就會被推廣出去了 最後兩個 參與社群 和活動怎麼備 那 在場有沒有第一年參與社群的人 可以舉個手嗎 就是第一次來這種場合的 有沒有可以舉個手 都大方舉手沒關係 那 你們 你們會覺得說 那在場跑朋友這些志工感覺好像很有趣 你想要嘗試看看 查你志工籌備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重開開始 那 其實 各個社群的 sms 就是社群媒體 或者是他們的公開群組 或者所謂的Mailing List Group 那 你們都可以關注他們的資訊 那 舉個例子 siccon 這個是 siccon 公開的Mailing List siccon General 好 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關注這個群組 那 siccon 有關siccon籌備的訊息 活動籌備的訊息 都會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 順帶攻上一下 siccon 2024的複一籌時間到的中 預計 會在下個月 或是9月開始 大家可以隨時注意一下 那個siccon粉專 對 好 最後發表一層 跟社群參與是一樣的 就是 請大家自己的注意一下 社群媒體 或是公開資訊 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投稿 投稿都是有時間實現制的 好 最後我想告訴各位的事情就是 我們身為學生有很多大人沒有的優勢 就是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 我們有嘗試錯誤的機會 我們有很多的學習 我們的學習能力可能比大人強多了 我們上到這個優勢 我們可以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貢獻 那 希望可以在各個領域看到各位 大放異彩 好 那 也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好 呃 這個 這個QA時間 大概 我們大概有三到五分鐘 QA時間可以大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來 就是問個問題 都可以問個問題 好請問 請說 那個可以幫我遞下麥克風給那位嗎 有人可以幫我遞麥克風嗎 謝謝 都可以問問題 現場的各位都可以問問題 對 像那個我自己之前有 有想過做翻譯 但是 呃 感覺很多專案他們的翻譯都已經很完善了 然後 好像 好像那個人氣名那麼高的那些專案 又又比較搜尋不到 有沒有那種 就是可以 呃 類似統一入口的方法 可以讓我找到這一類需要幫忙的專案 好 你這個 你這個就是 沒事 你這個就是挖了一個坑 在社群有一個 有一句名言 不要問那什麼沒有人做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你可以嘗試自己去把這東西集結起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 我真的會怎樣 那 你說 你剛剛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大型專案大部分都完善對不對 其實不一定 有些文件可能還有一些缺漏 你可以把它翻完 或者是 你可以幫忙檢查 錯字 錯漏錯字 像我其實 常常在逛一些社群網站的部分 那他社群的 官網的部分 就會發現他們有些翻譯的錯字 那我就會去提 發個PR 發個PR 發個issue 其實這就是貢獻的 這個就是貢獻的 好 請說 我不是說一個 搞不好有時候Giha awesome 對 可以找得到 對對對 也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好 那邊還有一位 可以幫我低下麥克風嗎 那個 第三排穿白衣服那一位 請說 沒有沒有 這邊第三排 穿白衣服這位 請說 沒有我其實 只是剛想要 有點想要說 懷疑的事 欸 也可以啊 我們這個場合不一定是我講啊 你可以講 你可以講講看 就是你可以講給他聽聽看 你說吧 請說 就 Github上面有很多 非官方的 教學 或者不一定是手把手教學 也有可能只是一些小技巧之類的 就很多小技巧 集結成一整篇 那這一些其實都沒有人翻譯 對 然後可是他們也是 很多人在用 因為這些小技巧 就是 蠻常用到的 但是都是只有英文 對吧 對 還有 我提到一個 像是有所謂的集結型 你剛才聊到 其實Github上很多的 vipro 它其實並不是 本身並不是什麼連結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大型的連結入口 像是 很多時候 我是叫NeoVind 那NeoVind外掛有所謂的 AltherNeoVind這個東西 那 我就會常常去上去 爬外掛 但那些都是英文 你也可以嘗試去看看 發個 發個 其實就很快樂 好 那個人網站在這邊 但是我目前停歌 因為我正在改建它 對 現在是要SSG寫的 OK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那感謝各位 好 我們感謝火山今天與大家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就有請我們今天的 我們的 獎者 與我們的會眾一起拍照 那我們獎者可以坐 比較前面一點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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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